为了推广新意乡的梅产业 每年都会办理新意乡梅子节的活动 其中千人柔梅更是活动的高潮之一 而今年受疫情影响 新意乡农会决定将以小班制来办理 日前也特别举办记者会 所以我们就是今年的活动 就是用化整围廉的方式 就是我们办小型的梅子手做萃梅的活动 还有手做丝组 用梅子去做丝组的活动 因为毕竟我们的产业 还是要生存还是要维持 但是我们对于防疫的部分 我们会做严谨的来做控管 那我们现在就从3月23号开始 就用一月的方式 用小班制的20个人 我们就把他做萃梅交水的DIY 给他认识梅子 来体验的游客表示 第一次做梅子DIY 来到这边不但空气好 空间也很宽阔 体验活动也非常的好玩 尤其农会方面 在防疫工作也做得相当落实 让人可以很放心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这边 做那个梅子DIY 然后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来这里 这里的空气很好 然后也很宽阔 然后可以就是来这边参加活动 可以远离那种 就是比较拥挤的感觉 感觉还蛮舒服 而且做这个萃梅 还蛮新鲜的 还蛮有趣的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里的活动也没有轻忽 我们在活动前也会做好 那个手部的消毒 用酒精喷 我觉得这件事的话 其实我们在参加活动的人 会觉得很安心 也很开心也安心 先议员陈淑慧肯定 农会办理活动的用心 虽然取消掉千人柔媒 改以小班制的方式来办理 但也能够减少群居的机会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前来参与 所以我们新鲜团会 为了来修设农民的成员 都会来基盘到千人参与的活动 那今年 拥挤的这个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团会 特别来改变方式 就有五个 七十个一个小班 这样来做基盘 来防止到这个疫情 所以每一个活动 对疫情都来出销 但是我们新鲜团会 因为要来修设这个成员 甘愿说继续来基盘 但是他们这个方式非常好 所以在这里邀请到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来参加到 我们新鲜团会 所基盘的 拦续这个活动 新鲜团会也表示 梅子节系列活动 从3月23日开始 都有接受报名 一系列的活动 相当丰富精彩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报名参加 记者邱平宜 新鲜採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